银灰色轿车车头撞上分隔岛 车内安全气囊全都爆开 可以想象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但旁边还有好几辆车也遭殃 车体受损 救护人员和警方封路救援 原来这是一起连环车祸 上午10点多就发生在台北市监察院前的路口 当时这辆银灰色的B&W轿车 不明原因突然冲进对象车道 直行的计程车保全箱型车 还有另一辆轿车通通遭殃 闪避不及往前撞 四辆车就这样撞在一起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初步清查 四辆车内一共有三个人受伤 其中正在执行的保存人员身体不适 被送上救护车到医院观察 幸好这三人伤势都没有太严重 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不过事发时间已经过了上班尖峰时段 也幸好没有酿成太严重的回堵 只是怎么会车开到一半 突然失控往对象冲 是驾驶有恍神的情况 还是身体不舒服 警方还要进一步理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